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看到前排 我也想去买一双这种鞋子 下大雨的时候 看起来是蛮方便的 下大雨的时候 真的啊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 616号天气好 然后这是我行驶公民的权利 我应该会回去投票 这一年高雄很多的这种重大的建设 我们其实都也非常的忧虑 我们下期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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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罢罕事件来看起 因为今天包括了律师团都站出来了 这里头回归到 就是依法行政的问题 来怎么看这样的发展 高雄的民政局长 被这个相关的地检署 现在已经分案调查 他这案了 那么既然你相关的这个讯息 已经传出来 你也有那样的一个意思 包括压力等等 就不是高雄市新闻局长 郑昭欣所说的说 那只是私人的一个传讯 所以他认为 那么应该没有问题 高雄市新闻局长 没有凌驾到我们的司法之上 所以检调既然是独立办案 就有检调赶快去办 我呼吁地检署的办案 效率要更高一点 更快一点 为什么呢 6月6号马上就要到了嘛 所以呢 这个案子务必在此之前 就必须要有动作 不管你起诉或不起诉 因为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了 我们在这场选举里面呢 看到了一些没有看 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不管你要借 你要这个中选会规定的 1823个投开票所 这里不能借 那个也不能借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是吗 三次回报给中央的中选会呢 每回报也是少了100多个地方 100多个地方 连教育局长都竟然都说 防疫期间 那么校园还给学生 那么这个等于说政治的事情 不要进入校园 那奇怪 3月7号你国民党选这个主席的时候呢 为什么高雄的学校 国小可以借呢 可以使用呢 那么显然 一切都是为了6月6号而来 包括教育部 包括教育局 那么也包括这个等于说民政局 然后现在连财政局长都会 趁他自己说的放假的时候呢 写了一些跟财政没有关系的事 他说因为万一被罢免的话呢 他们是政务官啊 他们也很担心自己啊 也很关心这个高雄啊 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样去做 写了一些提醒的 他其实提醒的写的不错 不过那两年前就应该给韩国瑜看了 不是吗 韩国瑜会因为这样而改变吗 不会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而现在发生过 你知道吗 希望那么引力他们呢 包括Weekcare的6月6号那一天 所申请的相关的这个 要看开票的地点啊 高雄市警察局在内的相关的单位呢 能够按照你们自己本身 中立客观的角度呢 下去进行核准 很简单 我再提醒 他们最近有一些很奇怪的说法 说罢免 为什么他做得那么好 他哪里错 赵超康建然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免这个韩国瑜 你竟然不知道啊 韩国瑜这两年做了哪些事 你不知道啊 自己去Google一下好不好 那么多的东西你不知道吗 如果韩国瑜不值得罢免 那我相信他就会安然度过 这一次的这个 等于说罢免6月6号嘛 就不需要有一大堆的动作 更不需要有发给全高雄 所有每个副的副长一封信 过 麻烦高雄市政府 麻烦高雄市长 先把这三天安然度过 这三天根据现在包括气象局 跟气象单位的相关的估计啊 那么这些西南气流将带来 刚爆900毫米到1000毫米以上的雨量 非同小可 这大概是跟台风一样的等级了 可是台风下一下 他的一个自己逆时增长转一转以后 他就走了 但是他要整整下三天 听说今天高雄有些路段 已经有淹水积水的这个现象了 麻烦高雄市长跟高雄市警察局 那么把所有的心血 全部投入在至少这三天 红讯期都还没真正来 这三天就是一个门语的 一个先期的考验了 因为第二预备金 已经花了好多好多走了 再来第二预备金所剩无几啊 钱要放在刀口上 第二预备金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青年局相关的办公厅这些设置 也要动用到第二预备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把这个灯换成LED灯 也要用到第二预备金 我好多好多不了解 不过那倒不重要 赶快把这三天想办法度过 因为你不是号称你来了以后 这边挖下水道 那边清了什么东西吗 高雄不会淹水 意思就是这样嘛 虽然你留了一个诞书说 还要两年啊 我当然知道还要两年了 为什么 因为还要两年 你就才能做完高雄市长嘛 先把这三天度过 那么也要警告包括屏东 屏东已经有一个乡 有一个乡已经宣布 明天停止上班三课 所以表示那个雨势 像炸弹开花一样炸下来的 用泼下来的非同小可 不是只有你韩国瑜之政的现实而已 另外就是包括霸函 这些相关的一个动作 我礼拜天会到高雄去 我很佩服这些 站出来勇于站出来霸函的这些 包括李医师包括引力 包括他们这些人啊 为什么呢 他们受到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他们还要站出来啊 为什么 两年前 三三造势 让一个唬烂 不可能实现 空中楼阁 所有的证件都像 包括在外星的这个 等于说外星人一样 虽然韩国瑜在前几天在议会里面 为了迪士尼没办法做到道歉 说是因为迪士尼要一亿的人 那么一亿的消费者呢 那么他才能够建立 你之前都不知道啊 你之前没有去Google 没有去问过吗 你今天可以突然间 收回有关于迪士尼要做的事情 你会不会突然间 也收回对高雄市民的两次道歉 你还要收回多少 太多太多了 高雄市民我觉得 你们要收回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他也否认要到太平洋挖石油嘛 我们记得那时候还有包括 可燃兵发行股票 然后高雄可以多巴拉巴拉一大堆 所以很显然很简单 如果你认为 韩国瑜在高雄做了 好 做了给你们高兴人无病住 给你们花大财 那么你6月6号就不要投罢免票 反之 你们就去投罢免票 因为罢免就跟投票权一样 是民主的真谛 我们在昨天见证了台湾民主的真谛 因为蔡英文817万票连任成功 来 所以 瑞大哥 总统府这个时候在吴尔林之前传出说 骇客入侵 北检现在翻案调查 调查局也跑了一趟立法院做专案报告 我想请教 如果有骇客的话 谁在传播骇客的假新闻 那如果有骇客的话 这个传到各个媒体跑总部的线或是各大媒体的这些主管或前任主管 这个叫做国安机密吗 这个叫做密件吗 骇客去害这种东西吗 言之成礼吗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吗 中国自己本身 那么建制有高达三十万的网军 所以包括上海北京 厦门一带都有相关的网军的编制 他一天到晚 响进报要攻入我们所有的相关的机构 不过如果只是单纯的骇客的话 那不会相信这次这个样子 为什么 骇客如果真的要攻进总统府 这次据我所知 没有攻进去总统府的内网 内网就是讲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机密储藏库 就只有总统府的人可以进到里面 你练在总统府里面才能进去 你在外面连不上这个网 就是怕有骇客入侵 他们显然没有攻进去 但是攻进了一个非常重要一个 高层幕僚的相关的笔电里面 那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攻进去 反正他已经拿到了相关的东西 然后他经过骇客 如果真的是骇客 他就不需要去变造里面的一些内容了 里面的一些内容 你可以发现这个骇客 这个骇客是负责把部的东西偷出来 我相信那个笔电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被他偷出来了 他不是偷出来了以后 直接发给这email里面 所有的人出去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那单纯就是骇客了 因为我就是展示我很厉害 所以我进到他那个幕僚 然后进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快了一点 中国急了一点 如果真的要养 他照理来讲 不应该急着这个时候 就做这个动作 他好不容易骇进去了 骇进去这个高级幕僚的笔电 要是我 我会继续养着 养着看 未来台湾那些机密的东西 他会不会又弄进去 自己的笔电里面 他显然急着在520之前 那么赶快要把这个东西端上来 制造大的混乱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他三次都没有成功 他们想要造成台湾的混乱 对不对 三次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是三次 因为事实上 他已经连续三次 包括这个昨天 要调立法委员的 这个调鱼邮件 等等 那么事实上前两次 他第一次发现 为什么台湾的网路跟舆论 包括我们这些政论节目 都没有热烈积极的讨论 你知道吗 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这样 不过很可惜的 国民党还蛮关心 身为一个新闻人 身为一个新闻人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不是有文毕录 不是人家给你所有的东西 我就全部啪了 全部都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必须去查证 大胆假设 必须小心求证 你知道他的造假的 那个资料里面 弄到连质体 连背景 全部都一模一样 那表示他拿到了以后 曾经给 鲸鱼尺道的人 经过一个编辑跟检讨 你知道吗 也就是他把这个 关键的时候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曾经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说过了 有关于孤宽敏 不续聘人物资政的事情 他就故意 把孤宽敏弄上去这样子 他用这样的方式 让你没办法分辨 他可以这样做 骇客可以结合 在台湾本岛里面的一些 混账这样做 对不对 可是我们媒体能这样做吗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你可以要求追 包括在野的一些立委 还是明代 我都赞成 包括在A党 今天这位高级幕僚 你被害进去 我讲白了 你就必须要负最大的责任 因为你本来不应该 让他害进去的嘛 你一定有任何 因为你的所有的东西 在我们总统务里面 像铜墙铁壁包着没用 如果你的幕僚 还要这样做 如果你的幕僚 你知道你的苹果手机 你的相关的手机 很多苹果都已经自己本身 他有把外网 没办法弄进来 没办法供进来了 但我问你 如果你要把这个email里面的一个钓鱼的这个 等于说里面的一个城市把它点开 那你就是自杀嘛 所以身为一个任何一个官员或幕僚 你自己只要使用任何有可能迎接到internet的东西 都必须要非常小心小心 再小心 不该拿回家或建党在你的笔电的东西 绝对不可以再犯 这样不可饶恕的错误 好 虽然不是机密文件 不是重要文件 但是对台湾 对总统府来讲 这会不会是空袭警报 来 杨老师怎么看 不管谁是骇客 骇到别人的电脑 都是违法的行为 他是个偷窃 他是电脑的偷窃 可是国民党 见烈欣喜 居然拿偷窃物 我们叫脏物好了 拿来攻击政府 这甘做骇客的打手 骇客的目的 就是要引起政治斗争 引发政府内部勾心斗角 挑拨离间 本来这个居心 是非常清楚的 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人 会利用骇来的东西 偷来的东西来问证的 只有我们国民党 居然大张旗鼓的 用骇客资料 来质询政府 这就好像拿账物 去寻味被偷的当事人 这是非常非常 不该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次的骇客事件 我们的政府 当然要为与筹谋 要更谨慎 自己的资安设计 政府当然要对于 自己的资安 要提升到某一个地步 尤其是总统府 这么敏感的单位 国防部啦等等 非常敏感 涉及到国安层次很高的 在这次骇客事件之后 当然要提高 他的自我防卫 可是整个事件 发展下去 我觉得那个在野党 是非常不称职的 怎么会拿一个违法的 一个电脑 账物可以这样讲 拿来质询政府呢 你应该去谴责 骇客的行为啊 而不利用这个行为 还大做起文章 把那个变造过 甚至于卫造的内容 当作真实 这个都是有违背 在野党基本规范 的一个一个作为 也是违背立法院 党团的基本动作 我觉得非常不可取 好 谁在当骇客 那谁要在传播 骇客所制造 所传播出来的一个假新闻 但是有人说 赛若时马 验之非不一吃 来提升我们的 所谓的资安的一种 警戒甚至跨部会的资安部门 是不是也应该要正式 不一吃 这一处 大家看看 更好 在这一处 中国食物 真实 教育 就是 我们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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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